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很棒 然後也不要有大頭陣 不然我覺得會 非常非常有可能會跌很大很大一跤 對 所以希望你們都要保持 你們原本拍戲的組 哇 笑那麼慢 最佳新演員獎 我相信是每個演員最想要拿到的獎 因為每個演員一輩子 都只能拿一次 當然有很多演員一輩子都拿不到 就像我 其實我想要給在台下這些新演員 一些經驗談啦 就是 因為小弟我有拿過最佳新演員獎 這樣子 就是 如果拿了最佳新演員獎 我覺得不要 就是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很棒 然後也不要有大頭陣 不然我覺得會 非常非常有可能會跌很大很大一跤 對 所以希望你們都要保持 你們原本拍戲的組 哇 笑那麼慢 要保持你們當初拍戲的初衷 然後用全力 拍好接下來的每一部作品 對 所以我們要一直像一個新演員一樣 不管接到什麼樣的角色或任務 都要盡全力的去完成它 最佳新演員得獎的是 陳妍妃 無聲 我以為我不會 這麼 激動 謝謝每一個愛我的人 因為沒有你們 沒有現在的陳妍妃 努力上前衝的我 才可以超越現在的我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 越來越進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的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